那地下的孟洪生和孟燕燕 和你的什么关系 孟燕燕是谁啊 你 你 臭丫头 你还敢带人来寻仇 这女的是地下党 不 沈燕燕燕 我真不知道这女的是地下党 我真不知道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 孟燕燕在家里搜出了盘尼西零 从药号上看 那笔药应该在你手上的 孟燕燕的有盘尼西零 那就是说地下党的药品 是你提供的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绝对绝对不能接受的 不 不是我提供的 是他们抢的 抢的呀 看来你那个人 他他都不老鼠 不是 将军 我说都是实话 这个都是实话呀将军 给他点罚就吃吃 还一 将军 将军 天啊 没有他们父女的消息 但是我同个总数都去到大厅道 朱晓阳 被日本人带到司令部去了 日本人 不是 这事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 老婆 你们怎么来了 我打电话你不在 所以我就猜到你们都会在这里 出什么事情了 先说说你们的事 好 我们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 一位地下党的同志到上海来养伤 与上级失去了联络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 并且帮助他离开上海 你看这个 就这个人 他身上有伤很容易暴露 是 师父 他是你师父 姚爷 怎么回事 停一下 你得说还是不说 我 我说的 都是师父啊 不是他 他 他们是地下党 我 要 要是他们 是他们强的 嗯 孤独还是满硬的啊 那就继续吧 嗨 我就学着师父的那种事慢着 现在想想 他们就是帮暴露了身份 连累我 师父 爷爷 你们怎么那么傻啊 臭狗傻的 你说这有什么话就说吧 有屁就放吧 这有屁不放 身体能受得了吗 他们并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为了保护你 他自然什么都不会说 现在可以确定 孟燕燕他们父女一定是被日本人带走了 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跟朱晓阳有关系 当务之急 是尽快把他们父女营救出来 人在司令部 哪那么容易救啊 我倒有个主意啊 咱哪 直接把那个叫朱大海的小子给绑了 他不是日本司令部的人吗 咱呀 就拿他当人质 把孟燕燕跟他爹给换回来 我跟你说这事吧 你们看我干什么 好主意啊 小燕 你看 日本人平时对你要三和四的 关键时候 说了一个这么好的说法 快当爹的人了 人家都会冻脑子了 行 小燕 小燕 哥 救我呀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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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救我呀 哥 将军 小燕是我亲弟弟啊 无论犯了什么错 都由我这哥子来 全部承担 皇军 您就看见这么多年 我为皇军秀王的份上 您就放在你忙 朱大海 你的弟弟朱小燕 提供地下党 把你洗脸这个罪名 你担当得起吗 哎呀 将军 这一定是搞错了 你 他不会犯你这样糊涂的错的 将军 你可以明察呀 周大海 你是说我 冤枉了你弟弟朱小燕吗 没 在地下党家里 搜到了属于朱小燕的盘你洗脸 这就是罪证 我告诉你 要是再帮你弟弟说话 我就会认为这件事情 和你也是有关系的明白 不不不 皇军 哎呀 皇军 哎呀 哎呀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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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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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别动 别动 哥 别动 哥 别动 朱大海那边最近有什么异常 没有 就是身边的保镖增多了几个 别的没什么变化 突然回家的路线没怎么变化 一会儿就动手 就在他回家的路上 把朱大海绑了 对 事不宜迟 我是担心老人家的身体 撑不住日本人的苦情 对了 于蓝 今天这行动 你去吗 我当然去了 这 小燕是咱兄弟 我能不去吗 你老婆可快生了啊 这天也快亮了 你是不是得回去照顾人家 那那那行啊 你看 这小燕这事 这 这也事关两条人的性命呢 是吧 这再说了 这俩人啊 都是小燕最亲近的人 我 我 我能不去吗 你说是不是 小燕 于蓝 那我说得对 弟妹更需要你 你回去吧 行 你看这事儿 才才多不好 您说我能这么办吗 你 你看我 你回去吧 啊 啊 回去吧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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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能见 哎呀 哎呀 这 哎呀 将军手令我没有带 哎呀 哎呀 我带这个了 这这这 快点 啊 行 那你快点 出了什么问题 我可担待不起 好好好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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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我现在浑身 跟散了架似的 我快撑不住了 小燕 你一定要撑住啊 你放心 哥一定会用你出去的 哦 你放心 哥 哥 近来这里的 还有几个能出去的 你告诉哥 你跟这个姓孟的 到底什么关系 那些药 是怎么来的 孟 孟爷爷 我也不知道 他从别的地方听说 我有药 就来抢 我没给 结果 他找人来抢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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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什么人 你告诉哥 哥替你报仇 快告诉哥 叫什么 哥 我 我 我快 快不行了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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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阳 秀阳 你放心 哥会替你报仇的 我像狗一样 跟只剩人 他们一点情分都不给我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fö tea 朱大海里汉区银柱 我坐车了 仔细 improvements 奇怪 它劲怎么大 才怎么大 这个警理 看看再说 跟上 你们才来啊 我想 我还会再等你们一会儿呢 真不想见我们 我想见你们的 管事的 有什么事 跟我说就行 那不行 我要见你们的头 我有很重要的情况告诉你们 我们头凭什么相信你 凭什么相信你 我现在完全可以四周埋伏 把你们给一窝都端掉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你们四个围着我 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 老虎 晓越 把他眼睛蒙上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事 什么事 这 这 我 我说你 可以喝点啊 是一个这样吗 不会伤着你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本来以为 抓他会很艰难 没想到 轻而易己就把他招回来了 现在他人在万花俱乐部里 小姨和易宽在看着 我怕 我觉得这其中有阴谋 既然他敢一个人出现 周围没有埋伏 就说明他 的确想和我们见面 至于为什么我爸爸还不知道 不过这个人很狡猾 还是小心一点也好 既然他想见我们 那我们就去会会他 到时候 就知道是什么情况 对了 他说什么没有 我交代过了 在你们没到之前 谁都不许跟他说话 走 咱们就会会这个主打 来 舅 哎呀 嘿呀 我说中医呀 你说你女孩子 今天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还敢迟到啊 对不起 舅 我实在是有点事给当的了 我还以为你们年轻人哪 没常觑 不是忘了就是后悔了呢 怎么可能呢 舅 我是真心喜欢萧雪的 而且今天 是我拜托你来帮我提亲的 是吧 哈哈 舅舅跟你是开玩笑的 啊 怎么样 赶紧进去 别让严书长求的 啊 好了 快了 走 走 走 严书长 是有名啊 欢迎欢迎 严书长 今天给您带了点玻璃 不成心意看看 你还怎么客气 严书 严 严书好 好好好 忠义这孩子 真懂事 来来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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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 赶紧上茶 叫小姐赶快下来 客人都来了 她怎么还不下来 来来来 坐 严书叔 小雪呢 她上楼上放点东西 马上就下来 坐坐坐 方舅啊 这个 小雪和 忠义这件事 您有什么想法 就尽管说 咱们都不是外人哪 严书长 年轻人自己的事情 只要她们能够说得来 我们作为家长的一般是不清晰干涉什么 忠义在家的时候 经常跟我谈记小雪的事情 忠义这个孩子 憨厚 老实 对小雪呢 那肯定是没得说的 所以我想 如果小雪要是没意见的话 您看 小雪呀 没有意见 她已经跟我说了 她呀 答应这门婚事 那好啊 严书长 那您看 咱们就挑个日子 把婚期的这只定起来吧 好啊 好 老冯啊 不怕您笑啊 我们家小雪呢 前一段出了那事 想必你也知道 她妈妈走得早 我这辈子所有的希望啊 全都寄托在小雪身上 出了那事以后 我真的担心她 我真的不知道 她今后的日子 该怎么过来 不过 现在好了 终于啊 严叔叔 真是打心里 感激你啊 严叔叔 你不能这么说 我是打心眼里 真心地喜欢小雪 严叔叔你放心 我会照顾 保护小雪一辈子的 任何人都不能再 伤害她一分一好 你放心吧 严叔叔 谢谢你 谢谢严书长 祝您说得对 严书长 刚才您就是严重了 过去的事情想到过去的 忠义呢一定会 好好地照顾小雪的 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打包票啊 爸 你怎么才来呀 来来来来 方叔叔都来半天了 方叔叔 对不起啊 好 没关系的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小雪 快坐 小雪 我给你包个橘子吃吧 我不想吃 你不想吃橘子 你不想吃橘子 小雪 要不然我带你去逛物街吧 你在家里待了很多天了 我带你出去溜达溜 怎么样 对对对 小雪啊 让忠义陪你出去转 别老门在家里 正好我跟你方叔 谈点事 怎么样 小雪 别老门在家里 岩叔叔 舅舅 那我就带小雪出去转转了 好 去吧 我跟你 你吃不吃 可是 现在不是时候 都说什么了 做个自我介绍吧 本人朱大 想必各位对我并不陌生吧 你是日本司令部 山田身边的红人 是出了名的大汉奸 我们怎么能不认识你 前不久啊 有几个人 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要不是我的女儿苦苦哀求的话 我现在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 我想 这件事情 应该是你们的人所为吧 你趾高气昂地做汉奸 没想过下场吧 不管怎么说 我应该感谢你们才是啊 没有让我死在妻儿的面前 朱先生 咱跌斗犬子了 你此番相见 到底是何用意啊 后天午时 日本司令部 会把逮捕的地下党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里边有具体的时间 很入限 据我所知 我们很多地下党的同志的逮捕 都是你一手策划的 你现在又把这个东西交还给我们 我很怀疑 这个东西的重要性的真实性 你我感觉好像很重要 你会把那个 有事吗 谁会把你拿到去 我别摇到如果你 好 我会把你拿到那块 我嫌李 我还要把你拿到那块 你了解我 孝 孝萱 可能我现在还 还不是特别了解你 可是 你 你总要给我一个机会 慢慢了解你嘛 那忠一我问你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 我什么都喜欢 我喜欢看你笑 你发脾气的样子 我也喜欢 真傻 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呀 小雪 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 你千万不能妄自菲薄 有些事 你放心 我不会在意她 可是我在意 你多虑了 我要是想诱拂你了 我还设什么圈套啊 这个时候下手 那不是挺合适的吗 你多虑了 我知道 你们是有备而来 现在就我一个人 而且是蒙着眼睛压到针 你的几个朋友 很清楚这一点 楚大海 你可是日本司令部的红人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条件 什么条件 我也要让你们 看到我的诚意 用你们的话说 我呀 不会让你们做 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 好吧 我 可以先走了吗 你觉得你可以先走了吗 当然 山田 要是找不到我 肯定会全是大索普 到时候 你们的日子 就不太好过了 还有啊 我要是不回去的话 谁来给你们弄情报啊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我的亲弟弟 是山田打死的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那我们怎么联系你 你要是有消息了 怎么通知我们 这个很简单 你们不是一直在监视我吗 如果我有情报 从司令部门口出来的时候 我的右手 会插进口袋里 过三个小时 我会在爱丽丝咖啡屋 等你 再带走 走 为什么不让我问 叶宇太太就知道 叶宇和师父的下落呢 为什么不让我问 小叶 我们不能冒险 这个朱大海是否值得信任 还未可知 如果你现在问了 就等于告诉他们 你师父就是地下党明白吗 如果他真在他们手上 就会更加危险 小叶 潘志说得对 这个事也要一步一步来 千万记不得 老鸥 你知道吗 我少救了他们俩一点 他们俩就得受苦 对 对不起 小叶 我知道 这件事情对你伤害 特 特别大 我恨死那些日本人了 我现在还不能看见一个日本人 我就活寡了他 可是你放心 小雪 以后我终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谁都不行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没有我 我 我又蠢 又笨 可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慢慢努力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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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我会让你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你 会包容你的一切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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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 谢谢你 不用谢 对了 小雪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馆子 人只要吃了好吃的东西 所有心情都会变得特别好 我带你去吧 我领你去吧 走 珠大海提供的线路 就是从这儿出城 路过万海区 从慎陵镇穿过杨家村 最后到罗湖镇的秘密行程 这条押远线路上 要经过多个关卡 如果一旦遭遇伏击 其他关卡的援兵 马上就会到 对 那所以珠大海给咱们的情报 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但是这么多关卡 我们应该怎么办 先打哪一个 别急 别急 大家看这里 从杨家村到罗湖的路途教育 但是我曾经归游延细去过这儿 这中间有个临时的简易关卡 兵力教授 我们可以从这里下手 就算日军的部队赶来争取 我们也可以完全对付得来好 是在这个位置吗 嗯 那我们就在这儿下手 快 明天咱们俩再去看 小燕 你通知忠语和余劳二 把武器都带上 骞泽 到时候 组织上会形成我们行动 一旦警觉成功 马上再转移 转移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大家分手准备 去把我们的行动 一举成功 好 这身衣服 不赖吧 够精神的 来 快点 赶紧 赶紧 干什么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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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好 对不起 太军 快走开 快 马上好 你少的快点啊 快 太军 太军 走 敲打 敲!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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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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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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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怎么起来了 晨天到晚的在床上躺着 下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少爷啊 让您在床上休息 要是让他看见您现在这样啊 肯定得骂死我们 你就说我说的 他要敢骂你啊 就让他来找我 夫人 把这个燕窝喝了吧 这个呀 可是少爷特别嘱咐的 手里拿的什么呀 这是赌房的伙计送来的账本 晚上呀 等少爷过目 等他过目 大字不识一个 看了也白看 放那儿吧 哦 行了 你下去吧 是 这个渔文墨真是笨死了 是早就把你对这儿加一个败光了 小梅 哎 夫人 赶紧给我备车 我要出门 夫人 你要去哪儿呀 去赌场 指着你们少爷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们都得跟着他喝西北风 快去啊 把衣服给我拿来 哎 等一下 叫司机把车开到门口 哎 哎 一个门 我冒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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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快点 跟上 师父 快点 走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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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来 天人 天人 师父 来了 这边圆明肯定马上就回来 此地不宜久留 我没看着燕燕 你没看着我师父 燕燕 小燕 你听我说 你师父他们不会有事的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 得赶快离开这儿 回去我们再想办法营救 他抢了房废话 等会儿小鬼子就来了 咱赶紧走 咱们走 走走走走 走啊 小燕 走 废物 什么废物 这些个人 对大日本帝国有追尽的威胁 就这么给你救走了 大佐 很明显 这次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 关键是 我们精心设计的路线 他们怎么会知道 你的意思是 我怀疑 我们组部有人泄露机密 出大海的 交过来 嘿 欢迎赶紧找 文好啊 文好 文好 行行行行行行 怎么着你啊 换筹码啊 好嘞 你别着急 我设计让兄弟们给您换去啊 预老板 今儿怎么清理这么高啊 平时在厂子里可见不着你露面呢 自己的生意自己上心呗 得了吧 是不是又让你家那头抹老虎给教训了 郭叔 来来 进来 郭先生 您找我 朱先生 最近多亏你了 帮助我们抓了不少地下党 将军夸奖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对大日本帝国 帮助是大大的药 你对我这么好 我却没有报答你 你不会怪我 哪里的话 能为皇军效劳 是我上辈子修下的福分啊 我有一件事情的不应该 你的对我这么的好 我却杀死你的亲弟弟 你的不恨我 有你什么事 我告诉你 那是我媳妇 我挨她的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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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有个屁的关系 我告诉你 你要不玩了 趁早拿情给我走人 要玩了我去给您换筹码去 好 没别事 我先忙了 拜拜 听见了吗 我老公让你该干嘛干嘛去 我趁姑奶奶我心情好 你赶紧给我滚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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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你咋来了 我是不是让你在家好好敬仰吧 你看 这不是有我的吗 去去去去 起什么哄 媳妇 你听我说 你呀 先回家好好休息 你看 上游我盯着 你放心吧 你再说了 我要有啥不懂的 我就回家请教你一点 行吗 看你今儿表现还不错 我就不说你了 可是 我参数课还是要上呢 还上啊 那我上办公室吧 上参数课 来 来 那都是我弟弟的错 他不该把皇军的东西 给了立下党 死无足惜 死不足惜啊 这么看来 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 是耿耿的哦 醒醒啊 我去泡温泉 就在那个清水温泉旅舍 朱先生的 有兴趣一起去啊 啊 将军 嗯 我还有点事情 就不打扰将军的压心来 哦 工作的重要啊 很好 那我先走了 嗯 对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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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红茶好了 夫人 您别说 最近少爷呀 还真是大变样了 这是您调教的好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他能对着孩子这么伤心 这么下来 他一定能改掉不少的坏毛病 孩子 谢谢你 没有你 你这个爸爸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一样 嗯 你要好好地长大 健健康康的 也对得起你爸 对你这么伤心 好让你娘 好好地感谢感谢她 嗯 夫人 你怎么了 啊 夫人 你没事吧 啊 夫人 你没事吧 我的宝宝 快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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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走 快来啦 来啦 我给你走 我给你走 不到他 千 这三五一十五十 十十 二十 二十 少爷 这是上月的账门 混蛋 你喊什么喊 我这刚算出数来 都让你给瞎忘了 少爷 大嫂平时管账 也没那么费气啊 废话 我跟她比较 我也是啊 你说 我怎么这么笨呢 这你打扫了 下午还叫我算数了呢 大哥 歇会儿了 不算了 歇会儿了 来 哎呀 喂 我这是在哪儿啊 夫人 我们在医院了 周医生 余太太 你醒了 我的孩子没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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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